第593集 人群的哄笑并不能扰乱夜沉的心境 他闭上眼眸而后突然睁开 下一秒红色的神雷环绕手臂 血龙你也出来 帮我破开这空间涟漪 龙吟响彻 一条血龙直接从夜沉的身体中钻了出来 更是冲撞涟漪而去 涟漪不断震荡 一声又一声 这一幕太过壮观 谁也想不到 戴着面具的那位散修 竟然还是御龙之人 就连寒道山也是紧皱眉头 死死地盯着夜沉的身影 仿佛想要看穿 但是夜沉身上的气息 仿佛被大能遮蔽 他不能看出分毫 剧烈的撞击声不断响彻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竟然发现空间涟漪 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碎裂的痕迹 众人屏住呼吸 更是议论纷纷 谁也想不到 这一次竟然有这么凶残的散修 一己之力 想要破开这散修的低等入口 家主 那人如此破坏秘境阵法 需不需要阻拦 韩道山身边的一位老者道 韩道山冷哼一声 把这散修带到我面前 刚才此子爆发出极强的杀机 这种人绝对不能留 是 那老者杀意释放 瞬间向着夜沉快速略去 夜沉自然也是感受到背后的老者 他冷哼一声 一步跨出 眉心的不灭之火 和魔族之力同时开启 身体更是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 而后一拳撞在了血龙撞击的范围之上 火焰四射 雷电纵横 一声惊天巨响 那原本极小的涟漪洞口 竟然直接烘碎 苍穹之上 雷电不断落下 整个广场狂风涌动 宛如末日 这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都震住了 血灵秘境的连衣 竟然被一位散修 一拳打爆 这真是散修 这可是一拳呢 而此刻连衣之处 席卷出一道强大的犀利 夜沉身上的休闲服 都被里面袭来的进风回去 更是出现一道道口子和血痕 血龙察觉到夜沉有危险 便是环绕在夜沉左右 死死的守护 小子 闭上眼眸 不灭之火包裹全身 快 轮回目的中 血漆液的声音再次传来 夜沉深知如此语气 必然麻烦 不再犹豫 不灭之火环绕全身 刹那间 血灵秘境中的犀利骤然扩大 夜沉整个身子仿佛化为一团火焰 直接被吸入其中 涟漪骤然闭合 一切恢复平静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疏忽安静下来 安静过后便是一片哗然 这伞修到底是谁 刚才那一拳的力量竟然有多道属性 血龙火焰神雷 甚至我还从对方的一击中 感受到了炼体的力量 昆仑须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妖孽天才了 这小子应该在苍穹榜上 他第几名啊 对 三消进入血灵秘境的最低要求 便是苍穹榜 按照对方刚才的实力 恐怕在苍穹榜前八百吧 众人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 一个老者翻开了化名册 手指掐绝 突然脸色微变 此则就是叶仕天 曾经响彻昆仑须的叶仕天 没想到啊 这叶仕天远比传说中的还要可怕 听到叶仕天这三个字 原本惊骇的众人表情越发古怪 叶仕天这个名字出乎意料 却又在情理之中 关键 这煞神怎么进入血灵秘境了 只要有这煞神在的地方 就不得安宁啊 寒道山看着叶仕天远去的地方 毛子闪过一丝杀意 如果是别人对自己释放杀意 他可能会不在乎 但是这叶仕天 在昆仑须做的诸多事情太过诡异 凭空出现 凭空消失 任何叶仕天想杀的人都没有活下来 这家伙就好像来自地狱的恶魔一般 不断吞噬他人的生死 这种人迟早是个祸患 必须斩杀 原本去追杀叶仕的老者 回到寒道山的身边 老爷 那叶仕天已经进入秘境了 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 寒道山淡淡道 那阵法被打破 漩涡的犀利 不知道把这小子送到哪里去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就算叶仕天侥幸活下来 到时候还是要出来 他一旦出来 我便有千万种方法 让这小子死无葬身之地 别人畏惧这叶仕天 我可不畏惧 血灵秘境 苍穹之上都是血光 一轮血月高挂长空 整个秘境都显得无比肖色 一条小溪之上 一个赤鹿上半身的青年 躺在水岸交替之地 溪水划过了青年冷傲的脸庞 可以看出 青年的身上的伤势极其严重 青年正是夜沉 一拳打爆那阵法的力量 古然很帅 但是直到被吸入这秘境之中 夜沉才恍然 自己玩得太大了 昏迷之际 夜沉后背一道光亮闪烁 一个毛茸茸的猫咪 便是站在了夜沉的身上 小黄看了一眼夜沉摇摇头 没有我 这家伙还是不让人省心啊 他推了推夜沉 但是后者没有任何动静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直接来到小溪边 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水 随后来到夜沉的面前 吸水直接喷在了夜沉的脸上 夜沉这才迷迷糊糊睁开眼 当看到小黄 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小黄 你怎么出来了 小黄跳到夜沉的肩膀上 看了一眼周围 恐怕这就是血灵秘境了 这里的灵气有些古怪 你小心为上 不过这地方倒是很适合我的红铜 我能感觉到我的红铜 正在吸收这里面的能量 夜沉听到小黄的话语 扫了一眼小黄 果然小黄那红色的瞳孔 正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光芒越来越耀眼 古老的符文在里面不断流转 小黄 你蓝色的瞳孔 我知道是什么 但是红色的瞳孔 到底有什么用啊 夜沉好奇的 小黄没有回答 而是严肃的 别管了 你他娘的到底传送到了 什么狗屁地方 夜沉无语 夜沉顺着小黄的目光 向着一个方向扫去 地底传来了极强的震动之意 空气中甚至有着淡淡的血腥之味 震动质感越来越强烈 下一秒 夜沉看到万丈尘土 正向着这边快速包围而来 尘土越来越近 夜沉终于看清了 放眼望去 每一块区域都是黑压压的一片 关键这黑压压之物 全是身上充斥着血气的凶兽 他们正疯狂地朝着这边涌来 这凶兽的树木根本数不清 宛如一片黑色的海洋 一旦被吞噬 必死无疑啊 他们践踏的地面 所过之处 米林被践踏 山坡被移平 任何事物都化为了满地的狼藉 碎片 关键夜沉还隐约之间 看到了几道身影 应该是刚落入附近的散修 这些身影全部被撕裂 空气中的血腥之味 越来越浓 甚至让人干呕 那血位缭绕于苍穹之下 犹如实质 让空间变得无比森然 凶兽越来越靠近 速度极快 已经到了夜沉百米之外 小黄 我们好像没有退路了 夜沉手中已经取出了 九游使天枪 周身魔气滚滚 小黄站在夜沉的肩膀上 神色复杂 既然如此 就杀出一条血路吧 这地方是兽朝的中心 很危险 我们没有选择了 话语刚落 如潮水般的凶兽 便是狂暴而来 方圆百米的大地 都几乎凹陷 周围不断四射的狂暴气息 足够击垮任何人的 心理防线 兽爪提印携带着血气和力量 向着夜沉吞噬而来 夜沉长枪射出 没有任何犹豫 祭出破天三绝枪 枪翼在空中舞动 仿佛化为一张大网包裹而去 大网勉强可以抵挡几分 但是很快就被撕裂了 夜沉连忙逼出一滴精血 手指更是快速掐绝 十六颗灵石直接射出 为阵法之势 一道屏障瞬间形成 但是固然阵法屏障强势 被不断地碰撞 屏障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夜沉心中骂人的打算都有了 无奈之下 夜沉直接冲入兽群之中 一道道枪翼 仿佛化为一条长龙 向着四面八方肆虐 凶兽在如此力量之下 纷纷化为血雾 但是有什么用 死了一批 又冲上来一批 再这么下去 精力和丹田 全部会耗尽呢 他看了一眼肩膀上的小黄 本以为这家伙好歹会帮忙 毕竟小黄的实力足够恐怖 但是却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坐在他的肩膀上 闭上眼睛 仿佛睡着了 夜沉已经习惯小黄 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只能不灭之火覆盖全身 继续抵抗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头凶手 几百头 亦或者几千头 甚至几万头 上半身全是妖兽的血 鲜血甚至让夜沉的视线 他毕竟是个人 很快就剧烈的喘息 手臂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丹田的真气几乎枯竭 一头凶兽在夜沉身后剧烈的冲撞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穿透而来 夜沉一个踉跄 一口鲜血突出 等夜沉反应过来 却是瞬间被凶兽淹没 夜沉心中算是彻底无奈了 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到头来 竟然是死于凶兽的手 但是很快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那些狂奔而来的凶兽 仿佛安静了下来 脚步全都停下 甚至连地面震动质感 也停滞了 这 夜沉睁开眼眸 发现肩膀上的小黄早就不见了 就像我会 感谢阻伤了 火山人震动质感 散发现肩膀上的小黄早就不见了